那有个听众给我们留言了 他这个在我们24小时留言信箱讲说呢 他很想要在疫情期间呢 来学会化水墨化 因为关在家里太久了 他常常就是想说 找一点这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可以赶快这个让自己忙起来 有一点这个好玩的事情 那他最近很想要这个 在自己家里化水墨化 那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常常很容易买到这一些 毛笔啊 宴台啊 或者是可以买到这种宣纸 可以让他练习中国字 练习这个这个叫什么 毛笔字 然后另外又可以化水墨化 那他现在想说 我们在美国在洛杉矶 去哪里可以买得到 这些水墨化的一些材料呢 还包括呢 如果他自己想要在家里学习的话 因为已经十几二十年 都没有在碰这个东西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他自己自学的时候 可以特别注意的 他想要征求一下 我们电台有没有化水墨化的专家 可以给他指导哦 那我们的这个 库小小天使很厉害 今天为大家找到的呢 居然是我们的这个水墨化的 这个素描画画老师 这是我们刘文刘老师 哈喽 刘老师你好 你好 Semi 给你请教一下 这个听众说 要画水墨化 这个我们在加州 很难找得到吗 有没有一个店面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的 早期那个拆拉套 然后有一两家那个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 或者美术的那个材料店 现在好像都关掉了 那我建议这位朋友他上那个Amazon Amazon然后你输入 Chinese painting surprise 上面毛笔 验台 宣纸 和一些彩色原料都有 那价钱是 看你啦 看你要用什么品牌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 以我的经验来讲 你不如到那个Micro Micro到处都是 在洛杉矶这个area很多 美术材料行很多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水彩笔 还有水彩纸 什么叫水彩纸 你去买那个Scale Book 买那个比较厚一点的 就是大概70磅以上的那种纸 它就吸水比较好 然后你可以用水彩这个技巧 来满足你这个所谓的水墨化 因为水彩有黑的嘛 那同时你如果要顺便练习彩色 那刚好也是一个更好的入门的手段 我是这种建议 所以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 它不一定要追求说真的磨磨出来 那一种黑色的磨磨 对对对对 那个反正很麻烦 水彩就好 问题你现在在美国 说真的你弄这些欣赏的人也很少 所以说极少 我也是从画国画 就是说开始 后来我到美国 我也到了跟阿修哪里去摆国画卖 我觉得认同的人非常少 就是文化差异 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要画国画 但是你既然有这种兴趣 或者说已经有这种 有这种以前学过毛笔的这种基础 我建议你来画水彩 因为水彩的内容 比较多都是小品化 然后你如果学过毛笔 就容易上手 就是对老东来讲 但是它篇图都不大 为什么它是虎式的 因为它会流水 所以虎式的东西它就不可能大 它不是像油画平式 它就画不大 因为画得太大 你俯视它会走样 你这个眼睛的那个叫做 视觉的那个视觉差会走样 所以它就画小小 水彩我很少看见大夫的 再来水彩它是注重轩然 轩然的意思就有点像 就是印象化 对呀有建成啊有意境啊 对对对 所以它的细节相对比较少 不是说你要画好的人画细节 画得很细节 但是它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的话你就可以啊 比较容易入手 我是建议说初学的人先尝试一下 用水彩就好了 对对对 但是我高度建立一件事就是说 素描很重要 素描要把底先打好是不是 对对对素描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人啊大家都有一个潜在的 潜在的恩赐 是是 自己都有潜在共 其实我因为我们现在搞一个 好几个月就是疫情阶段 大家都没事做嘛 那我就建议我来带个头 那大家来决那个 序面是不是 对其中有很多人 它是初学的那是零基础啊 那结果几个月下来不得了 它的这个效果都很好 所以我就是强烈建议 我们这些稍微有点年纪 又比较监控的 然后在家里没事疫情啊 多多多来学书苗 好的所以这个 找点自信感 对对 找点自信感太好了 有成就感 很容易入手 因为签计 你看哦 素描就是拿一个用签笔 普通的签笔 纸张就可以上手了 对不对 也不需要说有考虑到说 什么要花大签议 真的 随便拿一张白纸 拿一支笔出来 就开始树苗就画起来了 先入手 那当然要进一步 你要买比较好的 再慢慢进步咯 好的好的 还有那个什么画架 好的好的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哦 所以关于学画画 真是不管是水墨 还是树苗的部分呢 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来好好跟我们的刘文老师 请教了 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学习经验 感谢感谢 谢谢我们的刘文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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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